《新約聖經》羅馬書一章二十五節經文寫說 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荒 去敬拜是奉受造之物 畢竟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清重的 直到永遠 阿門 曾經在不同國家流浪的香港創作歌手黃劍文 因為在單身家庭長大 所以自小就很自卑 他說他不懂得跟其他人 甚至家人溝通 只是覺得沒有人理他 因為不開心 所以黃劍文很喜歡看星座書 每逢初一十五 還會跟外公外婆去拜觀音 十四歲的時候 他開始玩蝶仙 希望知道自己的未來究竟會是怎樣 黃劍文說自從玩蝶仙之後 他就開始被鬼摘 於是就去拜觀音 希望可以保平安 但是就一點用都沒有 直到有一次學校去露營 老師跟他說 說自己都曾經試過被鬼摘 不過信了主耶穌之後 就再沒有遇到過 黃劍文雖然有叫老師分享他的信仰 但自己就不信耶穌是真神 誰知那晚睡睡一覺 他又好像被鬼摘一樣 不能動 他太害怕 就叫主耶穌救他 他說自此之後 就真的再沒有被鬼摘過了 舊約聖經詩篇三十四篇四節 就教導我們 我曾尋求耶和華 他就應運我 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只有親身經歷過恐懼的人 才體會到恐懼帶來的痛苦和無助 這一次的經歷 令黃劍文雖然相信 主耶穌是真真實實可以依靠的神 他開始回教會 還缺之信主 他說基督信仰 改變了他的價值觀和思想 他感謝主 將他由迷信入面釋放出來 在教會裡面充滿了愛和關心 令黃劍文慢慢融入了這個大家庭 還在教會的師班侍奉 很可惜 他為了要實現他的演藝夢想 在二十三歲那年 決定帶了自己所有的積蓄去台灣發展 他不再回教會 亦都慢慢地遠離神 直到二十六歲的時候 媽媽因為和後父的感情不好而自殺 令黃劍文非常難過 還差點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後來上帝透過一個基督徒 為他流淚討告 令他再次回教會 2011年 二十八歲的黃劍文 決定去澳洲 希望可以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沒想到 從此他就開始了一個環球街頭表演的旅程 他用了四年時間 去了十七個國家 在三十九個城市的街頭演唱 他說他親身經歷到 天父為養非鳥的承諾和供應 就好像在《新約聖經》 《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節的經文 你們看那天上的非鳥 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 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 你們不比非鳥貴重得多嗎? 黃劍文感謝天父在他流浪的一段日子 有足夠的供應 和令他明白到他的存在是有意義的 他藉著唱歌 把福音種子散播出去 來回應天父的眷顧 回香港之後 他繼續在香港街頭演唱 結果一首他的作品 被電視台選了來做電視劇主題曲 從此之後 他就正式加入了電視台 成為演藝人 黃劍文一直以來都很希望做一個歌手 現在夢想成真 他很感恩 當外公外婆 願意受洗歸向上帝的時候 黃劍文流著眼淚感恩地說 說這是他一直以來的盼望 之前覺得很難可以帶他們信主 但原來只要不停地討告 加上行動去傳講福音 上帝就會成就我們的心願 他加入美麗傳奇做義工 跟弟兄姊妹去不同的國家做音樂報道 黃劍文認為 跟弟兄姊妹同心服侍 互相學習 彼此感染 不僅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還可以享受到很大的喜樂 現在他最大的盼望 就可以成為一個福音歌手 用神給他的恩賜 創作福音歌 將這些歌曲獻給神 援繞神 絕一為你 令我一生都解明 你令我一生都解明 你令我心靈 我心靈寧 我心靈寧 化作絕奇 為當你是我拯救 我終不知死 直到永遠 從心底 讚美 當你經歷恐懼 困難和無助的時候 你是否都希望 主耶穌可以將你帶出困境呢? 在一燈 我心靈寧 讓我來自身 啊